谢直坤啊被骗回来了啊 他以为他老婆毛阿敏认识彭丽媛 结果这个习这个一尊一点面子都不给他啊 于是呢他就入不敷出 危机重重 令皇帝就是一尊 对他起了阳奉阴违的疑心 工作组入住樱桃园 樱桃园可能是他家啊 一群低智商的学渣 天天让他回忆万亿资金的周转细节 好比逼他回忆从小到大 每一抛使的时间地点 聪明如老谢 就是谢直坤这样的聪明人 终于忍无可忍 患上了抑郁症 一日老谢精神甚佳 一天啊看起来精神还不错 对秘书说请你们不要打扰我 这个我健身一会儿众人退下 老谢自意于健身器 就在健身器上上吊了 后边的故事就是中职的复告 然后就是树倒胡孙散 大厦众人分 唯独投资人的资金无人过问 哎就他身边的他老婆呀 儿子呀 是吧 女儿呀 什么外甥啊 高管呀 就把这钱分了 投资人的损失没人管了 他们分的就是投资人的钱呀 这也是一种抢劫呀 对吧 一尊说了你一万个亿 是吧 你负债八千亿 你的这个净资产两千亿 给你留一百亿 是吧 让你这个这个什么呀 让你养老剩下的一千九百亿 给党国呀 是吧 他们就给钱分了 对吧 共产党抢他的钱 他抢老百姓的钱呀 所以在中国自古有句话 叫民不与富不与官斗 啊 这个穷不与富斗 明白吧 民不与官斗 你说你是老百姓 你再是什么什么 沈万三呀 胡雪岩呀 谢直坤呀 王健林呀 马云呀 马化腾啊 刘强东啊 是吧 包括什么什么这个叫什么 那样的潘石屹呀 任志强啊 孙大武啊 是吧 还有那个女的叫什么 那样进监狱那个女的 为任志强他们说话 那女的叫什么 是吧 所以说是吧 自古就是民不与官斗 你斗不了 人家想弄你就弄你 想要你命 要你的钱 对吧 贫不与富斗 你像那谢直坤这中直戏 黑白两道 对吧 你老百姓你把钱给了他 你就自认倒霉 哎 唯独投资人的资金无人过问 两年后 中荣信托破产 啊 就跟他有关系的 欠他钱的 互相都连带着啊 中直的多米诺骨牌 开始倒下了 看看这有一个 关于成立 谢直坤同志 智商委员会的通知 他还成同志了 难道他是党员吗 集团各部门 各公司啊 这个中职企业集团 创始人 谢直坤 因病于2021年 12月18日 九十四十分逝世 你看 说他因病逝世 实际上他上吊的 这不是前两天 那个火箭军 二炮 副司令 是吧 吴国华 不也是上吊吗 也说因病啊 享年六十一 成立智商委员会 主任委员 叫刘洋 刘洋就是他的外甥 是吧 委员有于东 有马洪英 有毛阿敏 啊 毛阿敏他老婆 有这个牛战斌 王允贵 王爵 是王爵 是王玉 王伟 许荣茂 刘甫华 陈凯歌 陈宏 诶 陈凯歌 陈宏 是不是那对夫妻啊 演艺圈的 张大伟 武建华 武建华 原来中央警卫局 有个副局长 叫武建华呀 但应该不是那个人啊 那个人岁数已经很大了 也许都去世了 罗阴宇 高兴山 谢直春 谢直秋 谢直春 谢直秋 可能他俩弟弟 还有谢子征 他们都是那个解放的解 就是那个水浒里边 谢真谢宝 两个猎户啊 就这个字啊 还有叫 闫 茂坤 然后还有办公室 啊 办公室 智丧委员会办公室 高兴山是主任 还有王娟 还有江威 还有孙晴 后边三个听着像女的啊 在中国 是吧 谢直坤呀 肖建华呀 徐祥啊 孙大武啊 任志强啊 是吧 还有那个女的叫什么来着 被关押的 那个做文化产业的 是吧 叫什么来 我现在忘他名字了 沙字